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他自己写一些教材给一些没有太多学问知识的 这些女工给他们做自己编排许多主日学的教材 所以他是很热心爱主而且爱灵魂 也关心很多贫穷的人 那他大概后来他的哥哥是在非洲做宣教士 那哥哥在非洲生了重病 那他们一家人只有他可以出去去接他哥哥回来 所以他因此就去了非洲去探望他哥哥 但是他哥哥不是在非洲的大个 是在一种很远的地方 所以他跋涉长途经过许多的艰难危险 然后终于找到他哥哥了 那找到哥哥之后呢 哥哥身体太弱还不能够回来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看到宣教士在那边所做的工作 很有意义 那他也做一个临时的这个护士的帮手 在那边服侍 那一段时间对他印象很深刻 就是宣教士他们的工作 是很宝贵 他们在这种医药 这个很退步了 没有医药的地方 他们能够尾身在那边工作 所以后来就把哥哥带回来养病 那回来之后他一直就觉得负担 是对宣教的工作 他虽然自己不能去 他是很会写诗 那他就写诗 把他的写作就扔出来 然后赚到的稿费就全部捐给 这个宣教的工作 那有一年他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 他生了个重病 那医生说你一年都要躺在那边休息 不要出去再做工作了 要休息一年 那这一年的时候 他就休息 但是他就想到这些宣教士 他就写了五十句的诗 这个一首诗很长 有五十句的 他这个名字叫做 Story Wanted 就是我们要听的故事 写完了之后 那他就准备登出去了 然后在差不多经过一年之后 他又在写五十句诗 就叫做 那个Story Told 就是那个述说这个故事 那这些都讲到 这个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 那他就把他投稿了 那投稿之后呢 在第二年 第二年这次有人就看到他的稿了 在这个Montreal 加拿大Montreal YMCA这个全世界的大会 那他就 有人做见证 那其中有一个将军 一个少将 他就上去讲 他是一个很会打仗的人 但是这次见证 他说我才信主 没多久 那他不太会讲 最后呢 讲完 差不多讲完之后 就拿了一个稿子 这个稿子呢 就是这个 Henke所写的 他读了几行之后 他自己都被哭起来了 那他的哭起来 就引起大家都在那边感动 那所以呢 当时就有一个作曲家 就之后就访问这个将军 你从哪里来了 这些故事怎么样 那就把这个故事带回美国了 那带回美国了之后 他写了一首 这首歌配合 这个人是很有名的 叫Duan 但是他那首诗曲呢 没有 没有那么的出名 那后来有另外一个人 也是用因为这个Henke所写的诗 叫做William Fisher 就是我们现在所唱的这首诗 他就把它配出来了 他也是一个 William Fisher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指挥家 也一个是音乐家 他写完了之后呢 第二年 第二年呢就被Diel Moody 跟那个Henke 那个Sanky Sanky 他们听到这首诗歌了 就很喜欢 所以他们 世界上布道会的时候 都喜欢唱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那这首诗歌呢 就因此就变成出名了 所以这个在150年前的时候 就很有名叫 我爱传主的福音 其实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其实这首诗歌呢 那我们就想到 这个传福音呢 有的是做宣教师 有的是在本地做主力学老师 有的是用默默在支持宣教的工作 但是宣教本身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 就是主的大使命 我们就想到一个在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看到12个使徒 除了彼得 约翰有记载之外 那其他很出名的 可能就是那七位管理范师的人 那第一位 这是为主寻道的史蒂法 那第二位呢 叫做菲利是传福音的菲利 那我们看到 只有菲利他去到撒玛利亚 那这边就传福音呢 甚至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也行 但是神叫他去加萨这个旷野 那他就顺服了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 使徒将第八章三十四节 开始就讲到 那他看到个太监坐在车上 正在读以赛亚书 那他很会传福音 他说请问 那个人就是 太监就问他 你懂 他问太监 你读的你懂吗 那太监就说 这个到底所讲的是 这个人很顺服 像被牵到 剪到羊毛的手下 他到底是谁呢 菲利就上车子去跟他讲 这个人就是耶稣了 那我们看第三十六节 他们两个正走的时候 有水的地方 太监就说 这里有水 受洗有何防呢 那我们看第三十七节 这是一个古卷里面就说了 菲利说 你若一心相信 可就可以 那他就回来说 我相信 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那你看到这一段 其实在 这个旷野的路上 这短短的时间 他就认识 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他不但是以赛亚书 所预言的那一位 弥赛亚 那所以呢 他们就受洗了 给人受洗之后呢 主的灵就把他提走了 提去哪里呢 这是一个 这很特别的 除了以利亚被提之外 但是这个以利亚提了 就不回来 但是菲利提了之后 却回来 到了亚索都 那亚索都 我们可以看这个地图啊 所以在旷野的地方 加萨 那亚索都之后呢 跟着记载说 他就在那篇传福音 所以他的传福音 这一片地方 一直传传传到 凯撒 凯撒利亚 所以这个凯撒利亚 所以他是一个 传福音的人 他是从撒玛利亚 传到这个 加萨 荒野 亚索都 亚索都是什么呢 就是旧约的亚司徒 就是菲利斯人 五个大城中间的一个 这个地方 然后最后来去凯撒利亚 这个地方 后来保罗要回 叫耶路撒冷 他记载说 来到凯撒利亚 那进去传福音的 菲利的家里面 和他同住 就是七个执事的一个 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 就是菲利有个名字 不单是管理范食 他是一个传福音的菲利 我觉得这个名字太好了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个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做传福音的阮雄 我传福音的某某某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名字 能够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这就是要传一个美丽的福音 就是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刚刚我们所唱这首诗歌 那这首诗歌一共有五段 这五段讲来 他说我爱传主的福音 是天上的妙事 其实讲到耶稣爱罪人 传讲他 那个为人赎罪 真的 为我们死 我们爱传这个福音 是神的大人 能够救一切 拯救 人死人 免于沉沦 他每一段都很美 我在刚刚看到这一首 他说第四节说 我爱传主的福音 越传越甘甜 我们这次这个幸福小组 有人就觉得 每次我们传福音 这每一次对自己信仰有一个温习 重新confirm我们自己的信仰 每逢多人讲的 越讲的越觉得新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歌 我爱传讲一个古老的福音 那为什么用这个名字 传一个是old old story 这个为什么 那有一个故事是在爱尔兰 那就是这个作者听见 他说有一个老传道人生病 他快要死了 那有个年轻传道人去探访他 那年轻传道想 哎呀这老传道这么有经验 我什么都不太懂 怎么办呢 难难自语就担心了 到底我怎么去传扬福音呢 那个奄奄一席的老传道 忽然间清醒过来 他说你不要讲别的 只要讲这个老旧的故事 to tell the old old story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确讲到 这个故事已经两千多年了 就是耶稣拯救人 我们就只要把耶稣怎么样拯救人 这个故事讲出来了 好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就是你把一个宝贵的福音 传给我们 我们得到一个传福音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就是为了福音 因为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这个故事 两千年前 你的主生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就是会爱我们 这是一个爱的故事 但愿这个故事 不但传了两千年 也继续地传递下去 但愿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把这个故事能够传递 给更多的人 使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不但是得到永恒的生命 也得到丰盛的生命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